近日央视中报道过一则关于中国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命名消息 已首次得到官方证实 与人们所期待的轰-20不谋而合 如今也是众望所归 关于中国空军新型远程战略机轰-20 此前就有各种传闻流出 但在官方正式曝光研发细节前 大多消息只能靠相互揣测 但如今值得关注的是 央视首次表示出 轰-20研发已取得重大进展 中国空军正式开启二零时代 根据中国军事专家表示到 官媒有意透露到轰-20这种高度保密的项目进展 也因此或许可以看出其原型机 已经完成了液压测试及航电系统的检验 然而不久便会迎来轰-20的试飞阶段 在5月8号的某则宣传片中 片尾出现一次轰-20的彩蛋 虽然不管白色帆布下面是哪种大型飞机 可以确切的是 其采用到类似B-21飞翼式布局 再结合西飞这个机轰炸机 运输机研发制造于一体的地带 因此空-20就极为可能在此制造 一般来说 一个大型武器一旦进行研制 总会露出马脚 诸如大型航母的建造 在去年12月的某个节目中就有中国军事专家金一男透露到 中国海军003型航母于2015年3月就已经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 不过单凭一个消息并没引起各界关注 然而在今年1月 江南造船厂就悄悄采购18000张门警卡消息 也就侧面证实出003型航母可靠性 当然对于大型远程战略轰炸机也是这样 根据近日国内中文撰文称道 从网上曝光利用激光打印的超大型泰合机部件照片中 可以看出该型战机设计细节方面 也泄露出关于空-20的一些机密 据了解 这个出自于西飞大型神秘部件上有两个原型大口 并且会用于飞机维护位置的左侧成立框 而这两个原口是会安装双引擎发动机组运的 如果从照片及人身高比例来看 这两个原口直径应该在1.5米左右 也就是可以容纳国产涡扇18大寒道涡扇发动机的位置 根据此前有消息出色出 空-20如若装备4台涡扇18发动机 其总推力将达到48吨 作战半径可高达1万5千公里 根据非发匹配的原则 空-20尺寸将应该能给的一些惊喜 中国在构建三位一体战略打击系统 轰炸机战略震射尤为重要 可以这么说 空-20挂载1万公里高超音速空射导弹 不用出导链就足以震慑到美国 毕竟此前美国的B-2轰炸机 从关岛撤到夏威夷 也不是一次巧合事件 就是官方这短短几秒视频画面 首度曝光了14亿国人期盼已久的新武器 即将公布于世 中国还借机戏弄了海空武器之王 解气 详情请关注强国军事微信公众号 回复S了解详情